哈囉大家好,我是洛胖胖 Google今天舉辦了硬體產品的全球線上發表會 發表了兩款手機 Google Pixel 5 以及Pixel 4a 5G版 一款智慧喇叭、Nest Audio 以及全新內建Google TV服務 並配備實體遙控器的新款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 其中Pixel 5、Pixel 4a 5G 以及Nest Audio的台灣上市資訊也已經公布 那接下來就簡單帶大家來看看這次的新品 首先是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 造型上採用了全新設計,看起來比較椭圓 並且加入了一支實體遙控器 可以操作選單,快速啟動YouTube或Netflix 也能使用聲控操作 並且支援新的Google TV線上串流影音服務 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的海外售價是49.99美元 但是猜測可能是因為影視內容的限制 目前這款產品只在部分歐美國家推出 台灣暫時沒有上市的規劃 Nest Audio是全新的智慧音箱 外層採用的是布面質感 外殼原料有70%來自於回收寶特瓶之類的再生塑膠 規格相較於Google Home Nest Audio的音量提升了75% 低音強度也增加了50% 能夠提供更深層飽滿的低音 同時也維持中高音部分的音質表現 功能方面當然少不了與Google助理的整合 並且能依照正在播放的音訊內容 自動調節聲音效果 或是透過環境IQ功能 判斷目前的環境狀況 動態調整播放的音量 Nest Audio也可以和智慧家庭裝置串連 就能透過聲控來操作家中的各項智慧家電裝置 手機的部分,首先看到Pixel 5 Google Pixel 5的機身 採用的是100%的回收再生鋁合金外殼 搭配康寧第六代大猩猩玻璃 機身重量只有151g 相當的輕巧 並且具備IPX8的防水性能 比較可惜的是沒有3.5耳機孔 規格方面如同傳聞 搭載了高通S765G處理器 8GB的LPDDR4X記憶體 儲存容量是128GB 並且配備TITANM的安全防護晶片 螢幕則是6吋的19.5比9的 4HD Plus挖孔OLED面板 並且支援90Hz的高更新率 電池容量是4000mAh 支援USB PD 2.0 18W快充以及QI無線充電 同時也具備無線電力分享功能 卡槽的部分支援實體單卡加eSIM 並且支援5G上網 相機方面這次配備了雙鏡頭 主鏡頭是1220萬畫素 光圈F1.7 支援Dual Pixel雙像素對焦 並且支援OIS光學防手震 另一顆鏡頭則是1600萬畫素的107度超廣角鏡頭 前鏡頭則是800萬畫素F2.0規格 接著是Pixel 4a 5G版 它的規格和4G版差異滿大的 在尺寸、螢幕、處理器、電力、相機 當然還有網路方面都有不同 從整體規格來看 這款手機與其叫做Pixel 4a 5G版 似乎叫做Pixel 5a還更合理一點 Pixel 4a 5G版除了加入5G之外 螢幕尺寸也上升至6.2吋 比例是19.5.9 解析度和材質則維持與4G版同樣的FHD OLED規格 處理器從4G版的高通S730G 升級到了S765G 整體性能會更好 電池容量也增大到了3885mAh 相機部分則和Pixel 5一樣 加入了一顆1600萬畫素F2.2的107度超廣角鏡頭 其餘的規格則和4G版的Pixel 4a相同 像是6GB的LPDDR4X記憶體 128GB主存容量 主鏡頭1220萬畫素F1.7 支援Dual Pixel對焦 搭配OIS光學防佐證 並且保留了3.5的機孔 在販售資訊方面 Nest Audio在台灣會推出石墨黑以及碳粉白兩種顏色 售價是新台幣3180元 Pixel 5的售價是新台幣18990元 顏色有純粹黑以及新的灰綠色款式可以選擇 以上兩款產品即日起可以在Google商店 台灣大哥大門市 Miphone購物 Momo購物網以及PZ Home線上購物預購 Pixel 5的部分還有專屬的編織保護殼 售價是1390元 Pixel 4a 5G版只有純粹黑一種款式 售價是15990元 預計11月19號開始販售 好了那以上的資訊就幫大家簡單整理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對哪一款產品最有興趣呢? 還是有什麼看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喔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也歡迎幫忙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啟鈴鐺喔 我是胖胖,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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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